这就是我们昨天和今天早上驻车的环境 一会儿我走了 九哥把他的车挪到我这边来 这边早上阴凉地能多一点 这还有一个充电站 现在我跟宾哥和耶尔先去万亿那边 九哥的快递还没到 他还得在这边等一天 所以我们先走 明天他们取了快递 就过来跟我们会合 明天见 拜拜 早点过来 明天见 旁边就是那拉提景区了 我们刚才我从这个那拉提景区的门口经过 但是我没有停 最近真的是旅游忘记了 车好多呀 我上次从那拉提区去赛里木湖的时候 这条路上没有车 车很少 但是看现在 都开始堵车了 到了这边连空气都是凉的了 空调也不用开了 刚把空调关了 这只要一凉块 心情就好了 关键是他们就舒服了 这条河好漂亮呀 还有一公里上毒库 不知道上了毒库以后的状态是什么样 这两公里我已经跑了快二十分钟了 好堵啊 又上毒库了 一个月了 又故地重游了 走的还是原来那条路 一会儿又要回到我上次租车的地方吧 这是真正的故地重游啊 上次在这待了三天 这回又回来了 还是这些马和这些牛 我们把车这样停着了 拉开在里头都快急死了 再给我滋滋滋的叫 你等一 水桶在这 我光腿 你别扑我 我是光腿 拉开过来 你看我们全是光腿 我比你光的还多点 是吧 我们刚一到 就开了一场大雨 这是在迎接我们吗 那边天都黑了 好几辆房车 跟着温度降得快不快 刚才停下的时候 是32度 10分钟吧 27度 见到歪一就是好啊 你看看 这一大锅 哎呀 老乡了 一万四斤下流胃了 雷 胃呢 我都流口水了 哈哈哈哈 我就走 出锅喽 出锅喽 打枉了裡面 来 我来拿 啥 我送腕衣到桌上 我腕衣送上桌 Lucky 我去拿腕 咕咚求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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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玩意是这样吃的 你怕烫嘴是吧 对 我现在都放在废口 还想吃那个蜂糊 还想吃这个 我觉得这个油股特殊的味道 你说这个蜂糊啊 尤其是站在我这个料碗里头 我吃出来了一种红年的味 小时候学校门口卖这玩意 就是这个 那个是要刷那种红油的 还有这样的蜂糊 太好吃了 我还是喜欢这个地方呀 第三次了 第三次到这了 还有20公里到那拉提 你看 那边有一个小的山坡可以上去 其实那拉提的景色也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咱就直接把狗带那样溜一圈就行了 只当咱去了 九嫂 我们一到这就冷的不行了 他看不见我 对他看不着 他看不见我 我站这 来 九哥事你走吧 放心走 你放心大胆 你上就行了 你跟九哥九嫂视频呢 要不然全是小小瓶车 有问题你就起立屁 啪啪俩大嘴巴 哈哈哈哈 我们今天一到这 你看样羽绒服穿上了 给你看看样 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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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握了被子了 先爪爪 先爪爪给我 说说 你起来了 不睡了 现在是晚上11点40 你看我穿得厚不厚 这边是真凉快啊 就是独库公路刚开通的时候 我跟我朋友 我那名女朋友 我们俩第一次在河边露营的那个地方 这么巧万一也找到了这个地方 这不是凉快 而是冷 好冷 下午我们在外边吃饭的时候 叶儿又把羽绒服穿上了 我穿的这个 我们腿上还盖了个小被子 就能都觉得冷 中午刚到的时候 车里是32度 窗户门开开通风通了半个小时 温度呢就降到了 25度 半个小时温度降了7度 这会儿看他们都活泼了 小豆芽也特别活泼 刚才睡得可香了 今天晚上我们都能睡得好觉了 看见他们这样 我也高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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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能睡得好吗 那么多久